欢迎回到妈妈厨房 今天分享一个炸鱼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点击上面的小铃铛哦 大家好 今天我去超市 就是我们的巴萨巴基 买了这几只 小只都好像类似甘邦 我要来煮一道 煎鱼 这个材料有 我们的鲸鱼 就是这个大茴香 还有 葛萨巴就是那个圆细籽 还有一些蒜头 黄姜 还有这个姜 还有点盐 这个姜跟蒜头跟 黄姜我是 这几样材料我是拿来 垂碎它用这个垂子 垂油它 然后拿来腌制这个鱼 好 我们现在来做这个步骤 拿来放在这个 拿来垂啊 再来呢我们放蒜头 一起加进来垂 还有一些黄姜粉 还有一些黄姜粉我们就不用放这些 好 我们来垂啊 这些材料已经垂烂了 碎碎了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鱼里面 还有一些 黄姜粉我们也倒进来 我们就要腌这个鱼了 还有一点点的盐 倒进来 好 现在我们就这样 好 我们腌了就可以拿去炸了 各位朋友 这里还有一些辣椒 小鸡子 蒜头 小葱 待会我会放一点白萊酱 来垂啊 垂来点这个鱼吃的啊 好 我们去煎鱼 现在呢这个鱼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这些我们垂好了 这些炸炸啊 我们要把它射进它肚子里面呢 比较香 比较有味道啊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拿一点面粉 好 我们放一点面粉 轻轻的拍拍一下 我们就拿去煎啊 这里我用了一汤匙的面粉啊 好 我们就放在这个锅里面煎啊 这个锅已经热了 好 给它煎一下 好 给它煎一下 现在呢 我们来搬一下我们的鱼 好 我们就给它煎到一下 再来呢 我会把这些辣椒给锤 锤给它 好 用一步啊 我们做辣椒酱来点 破辣椒的酱料来点这个鱼 我们放我们的蒜头 我今天用机器打 用这个来锤呢 各位 现在我们的鱼已经煎好了 好 我就 把它盛上来 之后呢 我的鱼就煎成这样好香哦 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辣椒也锤好了 然后我们来做这个辣椒 这个辣椒呢 然后我放一点的不来酱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 马来发酱不来酱啊 它放下去比较香 我没有放很多 因为它很咸啊 还有一些 我们的糖 一点点 还有我们这三粒 这个小剂子 大吉大粒啊 把它挤下来 这两粒不然不是三粒 我讲错了 我们就搅拌均匀 这个种子到自己选出来咯 我们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就可以来点这道鱼啦 我们的这个鱼呢 就做完做好了 感谢你们的收看 感谢你们的支持 希望你们会喜欢 下个影片我们再见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